國泰陽酒公司董事長劉榮祺 戴著黑色帽子與口罩 搭步履滿衫面容憔悴 穿紅色衣服的妻子與律師 陪著她走到臺庄看守所門口 拿著文件向大門的罰警確認身分 在律師的摻扶下 她搭著妻子的肩膀走出看守所 劉董身體狀況還好嗎 謝謝 謝謝 還有什麼話要說嗎 謝謝大家關心 謝謝 檢警證判金錢報 海派等十一家酒店涉嫌逃漏稅案 發動兩波搜索後發現 供貨的競銷商國泰陽酒 隱匿十九億元的營業額 董事長劉榮祺與酒店幹部等四人 因為涉案是認明確 一月被法院裁定積壓 劉榮祺認罪 繳回不法所得 檢察官提出申請予以交保 十六號上午 劉榮祺的妻子與委任律師 迅速籌出一億元的天價交保金 並且完成匯款手續到法院辦理交保 但他們到底如何在短短時間之內 就有辦法籌出一億元律師顯得低調 有了有人希望被你做 劉榮祺1月12號被羈押 在看守所度過農曆春節 前後總共被羈押36天 後續還得面臨法庭攻防 配合檢警調查 華視新聞林建峰 楊宗穎 台中報導 有事沒事趕緊轉開華視 還沒有訂閱華視的Youtube頻道嗎 趕緊按讚訂閱開啟小鈴鐺 我們華視Youtube介紹